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408集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送走黑衣丽缘 许亲爱想起自己的小母马 被留在大根人衙门 便命下人去牵许二郎的坐骑 徐府有三匹马 分别是许平志 许大郎二郎的坐骑 一辆马车 专供女卷出行时使用 许新年听说大哥回来了 连忙从书房出来 忧心忡忡 大哥 今日你走后 那两个巨星叵测之徒又来了 什么 许亲爱意识没反应过来 一个青山剑客 一个更像是屠户的和尚 他们不请自来 说是道贺 爹说 来者是客 便请他们进府吃酒 许新年皱眉 我总感觉他们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许亲爱想起来了 下午见到很远时 他似乎说过刚从许府吃酒出来 二郎啊 你不必在意这些无名之辈 你现在是会员 你的眼光在更高的天空 许亲爱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小老弟了 拍拍他肩膀 你的坐骑借我用用啊 没人还你 正好此时下人从后门牵来了马 后在大门外 许亲爱立刻闪人 他再次来到三阳驿站时 夕阳已经挂在西边 黄昏的阳光是瑰丽的金红色 守门的两个僧人知道自己被欺骗感情了 神色不善的盯着许亲安 本官许亲安是桑破案的主办官 渡厄大师召我来的 带路吧 许亲爱笑眯眯的递过缰绳 守门的两位僧人深吸一口气 滞怒 一个接过缰绳 一个做出请的手势 随着守门僧人进入驿站来到内院 这里好像刚打过架的样子 哎 恒远也在这里干活 罪过罪过啊 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好人 他有些心虚的低头 不去看恒远和尚 在守门僧的引导下进入了一间房 房间里有三个和尚 居中的那位坐在榻上 是个皮肤有黑的老僧 脸盘布满皱纹 枯瘦的身体撑不起宽松的袈裟 乍一看去有些滑稽 左右分别是见过面的静尘和静思 静尘神色不善的盯着许亲安 多饿大师 许亲安双手合十 行了一礼 老和尚还礼 温和开口 许大人 何故假扮青龙寺武僧横远 许亲安一本正经 想弄清楚桑坡底下封印着什么东西 老和尚眯着眼 默默地看着他 那平静温和的目光仿佛是人体扫描仪 在这个老和尚面前 许亲安不敢有任何的内心系 收敛发散的思绪 不让自己胡思乱想 桑坡二世本怪一手插板 我发现其中很多的秘密 永镇山河庙建在一座大阵之上 阵中封印着邪物 永镇山河庙炸毁 邪物脱困 本官亲自下水勘察 发现残留的阵法石柱上 刻有佛文 最开始 我以为封印在桑坡底下的是上一带奸证 可随着案件的推进 随着恒惠的出现 原来 桑坡底下封印的是一只断手 本官有此推测 那只断手与佛门有关 但不管是奸证还是皇室 对此讳莫如深 吴许亲安在京中捋破大案 没有我查不出的案子 但这个疑问 便如耿在喉 让我一度夜不能寐 插饭不思 多大师缓缓地点头 嗯 因此才有了之前的那番试探 正是 这番说辞 早就在冒充恒远时就已经想好 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执着破案的疯子 对于断手的来历 以及背后隐藏的秘密耿耿于怀 于是 在西域使团入京后 假冒恒远来此试探 他的试探也没有毛病 所有问题都是点到极止 没有主动透露关于神书和尚的任何信息 充分地扮演一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主办官 多大师微笑 许大人想知道关于邪恶的信息 许亲爱心里一喜 适当地流露出求知欲 大师愿意告知 也无不可 但你得入我佛门 成为贫僧坐下弟子 滚毒的 许亲爱面皮一抽 摇头拒绝 本官修的是武道 无法再修佛门心法 多大师似乎早知会有这样的回复 不紧不慢 可以转武僧 可以转武僧 武僧和武夫果然是殊途同归啊 我的猜测没错 佛门中的武僧体系 就是为了外门弟子准备的 许亲爱押在心里 许久的一个猜测 得到了证实 那八品武僧的下一品集是什么 他问道 能娶妻生子吗 虽然武僧不用守戒 但不能娶妻生子 这与修行无关 而是佛门的规矩 一入佛门 便是出家之人 武僧亦是如此 既是出家人 又怎能成家 许亲爱一脸的遗憾 我是很向往佛门的 奈何家中久待单传 看来我与佛门无缘 实乃平生一大汉事 杜恶大师有些开心 没想到许亲爱对佛门如此友善 许大人以后有什么想问的 尽管来驿站问便是 能说的贫僧都会告诉你 不必伪装成佛门弟子 本官知错 杜恶点点头 吩咐静思送人 等静思送走许亲安返回房间 杜恶大师沉声说道 赵恒远入屋 是 静尘出门喊人 恶请满身灰尘的恒远 随着静尘返回 杜恶大师笑道 呵呵呵呵 盘树喊我一声师叔 你是他的弟子 便喊我师叔祖吧 其实西域佛门和青龙寺 没有辈粉上的关系 之前静尘出于礼貌 与许亲安以师兄弟相称 师叔祖 恒远双手合十 杜恶大师汉手 听静尘说 那银罗许亲安 自称与你相交莫逆 是的 先前的误会 皆因此人而起 你心里不曾有怨言吗 杜恶大师盯着横远 徐大人不管做什么 弟子都可以宽容谅解 他欠三号两条命 欠许亲安一条命 这些都是天大的恩情 杜恶再次汗手 嗯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